好 我們現在是不是下一個問題可以請那個勞動部的部長 郭部長上來協助 來 請郭部長 是 委員好 剛剛院長所承諾的喔 就有關於最低工資法 勞動部現在所採取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是爭辯的態度 就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可以提出一個草案 來作為討論的基礎 所以現在各個黨團也紛紛的都提出草案了嘛 那現在勞動部也在演繹最低工資法的草案是嗎 是 什麼時候會提出來 這個月我們在收集全世界各國他們的一些範例 可以給我們作為參考 然後我們大概就會召開一些專家學者的一些諮詢的會議 然後希望在年底以前可以提出草案 今年年底 是的 那今年的最低工資 調漲的審議討論會不會啟動這個機制 還沒有制定完成之前 我們還是按照目前的機制就是 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但是在六月份就會先有一個工作小組的會議 所以立法歸立法 那今年該討論的 基本工資審議還是會繼續討論對吧 我們雙軌進行 同時並行 同時進行 勞動部對於有關於基本工資 在今年的審議討論 有關於調整的部分 能不能夠符合國際勞工組織 以及非常多世界各國先進的立法力 讓你們今年有關於基本工資的審議討論 能夠符合讓一個勞工跟他受扶養的親屬 在台灣享受到最低基本的生活需求 我們會尊重審議委員會說委員 因為委員是來自於產官學界都有 好 先來講到這個問題 我就進一步請教喔 今年過去的基本工資的審議討論 遭受到非常多的詬病 我相信相關的批評部長都聽過 是的 了解 那今年有關於基本工資的審議討論 能不能夠做到公開透明 我講的公開透明指的是說 最後的數字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會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是的 好 這一張喔 是歐巴馬總統 他在兩年以前 其實他在2014年的 State of Union 向整個國會的演說當中 他提到了去調整最低基本工資 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那我要提醒部長的是說 目前有很多對於有關於 基本工資調漲或是最低工資法的討論 有非常多資方出來的論述 是說調漲了基本工資以後 反而會傷害勞工增加失業率 但是我們從美國 他們歷次調漲了基本工資以後 跟失業率所造成的影響 非常嚴謹的研究報告 包括刊載在AER第一集的經濟學期刊 你大概問一下經濟學者 大概就知道AER代表什麼意思 所呈現出來的是 有關於調漲基本工資 反而會造成失業率增加 這一個迷思 在美國已經有非常清楚的實證研究 把它打破了 戳破了這個迷思 我希望勞動部能夠改正 過去勞動部所犯下的錯誤 在有關於基本工資的這件事情 跟勞工站在一起 好不好 報告委員 正反而兩面的意見 我們都有收集 沒有 我現在只要你給我一個承諾 在這件事情上面 以前的勞動部 有一個綽號叫支動部 你聽過沒有 不會 以後不會有了 以後絕對不會發生了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的總質詢 各位包括院長還有部長 你們所說的話 我都非常的信任 我也都給予尊重 但是我希望你們做好做滿 我們接下來有四年的時間 可以檢證 立法部門需要提供的協助 我們一定全力支援 但是我希望行政部門 不要讓大家失望 謝謝委員 謝謝 OK 部長請回 我接下來要請院長 請教幾個在施政報告裡面 大概有約略題 但是我沒有清楚 看到整個具體內容 規劃的問題 第一個是 有關於核電